本赛季的篮网队在没有欧文的情况下 打出了23胜11负的战绩 位列东部的第二位 对于他们来讲 本赛季的整体实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球队经历了多次隔离 哈登和杜兰特等核心球员都曾经多场缺战 但是球队还是能够顶住压力 一直稳定在东部的前面 而最近球队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球队的后场核心 欧文终于要回归了 之前球队与欧文达成了协议 让欧文在客场代表球队打比赛 这也算是双方的让步 而欧文在经历了隔离和恢复训练之后 终于即将完成赛季首秀 据明记Shams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欧文预计将在篮网vs步行者的比赛中复出 上演赛季首秀 本赛季欧文已经错过了篮网队的前35场比赛 虽然篮网队的成绩不错 但是在比赛中 还是能够感受到欧文不再对于球队的影响 哈登之前的状态并不好 杜兰特自己带领球队确实非常艰难 而且没有了欧文高效的进攻 篮网队一些角色球员在哈登和杜兰特休息的时候 确实很难打出好的效果 如今欧文终于要回归了 这对于篮网队真的非常重要 目前球队的人员基本上都从健康与安全协议中解放 除了有伤在身的乔哈里斯之外 其他人基本上都是能够上场的 在面对步行者的比赛中 欧文如果能够顺利登场 那么将会是本赛季篮网队第一次完全体谅相 最近哈登的状态非常出色 重新回到了火箭灯的状态 杜兰特依旧保持稳定 欧文现在的回归也让这支篮网队如虎添翼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在这一场比赛中 给球迷们非常大的惊喜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完全体篮网的恐怖 给球迷人都感受到尽力的状态 给球迷人都感受到尽力的状态